其實在雲端上就會有那個程式碼 然後我run的方法反正我這樣好了 就是第一段的話 就是先抓什麼 先抓那個原始碼到Range A1好了 其實就一段一段 就是第一個是01碼02、03 所以第一個執行的話 他就會看到原始碼在A1 第二個的話就是再把資料呢 一個一個先抓到一列 所以第二個是抓TR而已 抓列而已 第三個呢 才是去抓TD 可是這邊的話 第三個沒有抓TH 只有抓TD 所以你會發現第三個 第三段的話 上面並沒有什麼 沒有資料 所以呢 我們第四段的話呢 才是什麼 如果呢 你 抓到了資料裡面 沒有資料的話 也就是說抓的資料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我先找TD 那意思是他如果不是TD的話 那 我就 再去找TH TH就是Tablehead 然後就是把上面的這個名稱也抓下來 所以有四段 最後的話呢 其實就是在那個 雲端上我有貼啦 就是你找第四的 第四集就是最後final的這個 那這個目前的話呢 應該抓到的是 第1 我剛剛有改過 這應該是1啦 應該1 那還有00好像是最上面那個總表 所以我抓1 所以你會發現呢 如果我執行的話 然後 假如這個抓的這個有沒有 get the element by cache name 這個cache name有沒有 如果是 好像總共會有五個啦 第一個是總表 然後第二個 有沒有 刮虎1的話呢 就第二個啦 因為0開始嘛 01的話呢 其實就是第1季啦 如果說呢 假如說第2季的話 很簡單 就是把它改成2 執行 你會發現月份就不一樣了 有沒有發現 他的月份就變 4 5 6 有沒有 4、5、6月 那以時類推 所以如果把這個數字 我把它改成 改成3的話 那應該那個月份又不一樣 月份的話應該就變成7、8、9 然後呢 如果改成4的話呢 那就變成 10、11、12 有沒有 所以四季的資料 你會發現喔 原來只要 針對什麼 針對這個下載加權股 第一季 有沒有 其實你把 零四的 這一個城市 改 這一個地方就可以了 所以喔 我們 如果說你要 分別抓的話 那其實外面再跑個回圈 比較好 回圈的話只要1到4 有沒有把那個數字加到這裡面 如果他1的就是第1季嘛 2就第1次類推 那問題喔 假如我有個 希望是這樣 我希望呢 可以幫我把1到4季 都抓下來 但是呢 最好是怎麼樣 抓的時候呢 如果是第1季 那你這個名稱就要叫第1季 然後把它新增一個 然後這個名稱的話也許叫第2季 然後第2季呢 再把名稱改第2季 然後把第2季資料放進來 再來第3第4一次類推 可是問題來了 這個程式要怎麼寫 那當然呢 我們前面大部分資料都是放在單個工作表比較多啦 可是跨工作表的這種需求我發現滿大的 因為如果你沒有跨工作表 你可能 都放在一起 以後要分開 蠻麻煩的 但是問題如果你要跨工作表的話 那這個地方可能就麻煩 之前好像我們講過 必須要用到一個物件 要遜持物件 OK 那可是問題喔 那如果假設應該知道我要做什麼吧 可是我要做 跟我做不做得到 好像又兩回事 所以常常就是說 最好是 你想得到的也可以做得出來 那這樣是最棒的 對不對 那但是啦 有的時候程式該如何寫 如果你假設還沒有概念沒關係 你至少有點像是 一段一段的程式 有點像那個拼圖一樣 反正你這一塊有了 然後你再去寫另外一塊 然後再去寫另外一塊 把它全部湊在一起 不就OK了嗎 所以呢 如果啦 我們已經有哪一塊 知道說下載一到四季 其實只要把這個數字改一下 有沒有改成一 它就是第一季 改成二 它就第二季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變成一個什麼 把它變成傳遞參數 的寫法也可以啦 因為 這個程式太攏長了 如果裡面你還外面還要加一個 回圈進去的話 顯然 應該會非常 已經夠複雜了 你還要再加一個回圈 因為本身你可以發現 裡面就有兩個回圈的啦 有沒有一個 4回圈 這邊又一個 4回圈 夠複雜了 所以呢 如果假設不動 然後我現在已經知道了 我只要傳參數 進來這邊 然後呢 得到結果之後 這樣 OK了 所以呢 第二個的話 我就寫另外一個 我乾脆把那個 第幾季的寫法 乾脆分開寫 怎麼寫啦 當然我也許 名稱都一樣 乾脆把這個地方 底下加一個 下載加權指數 後面不用加第幾季好了 下權 這個地方改成什麼 05好了 那05的話呢 其實做什麼 反正我就專注 新增工作表 然後呢 到時候再呼叫 那個把資料放進來 不就好了 可是問題來了 我要怎麼樣 剛好可以 把那個 1到4G產生 所以我們來 我demo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寫完就很簡單 大概就 四行乘四吧 那我寫了一個叫 For S S就續成物件 等於1到4 剛好1到4 其實也符合這個 所以待會的話 其實可以把S丟過來 他也可以 幫我跑出我要的嘛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後面其實就是加一個 Shit.add Shit.add就是什麼 新增工作表 然後呢 再把名稱變更一下 第幾季的話呢 人家用D 串一個S進來 我把它跑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我按你符吧 S當他等於1的時候 然後呢 我把它新增一個工作表 在哪裡呢 那他新增工作表 如果你沒有加敘述 這個敘述 這個敘述的話 他會加到左邊 不會加到右邊 可是習慣好像 喜歡用右 不過沒關係 這個可能 我們可以再改 然後 把它重新命名 有沒有 這邊叫第1季 然後再來就第2季 第3季 你可以一邊新增工作表 一邊再把資料下載下來 那不就OK了嗎 最後的話呢 甚至你說 最後甚至你第1個工作不要的話 你可以甚至在這邊加一個 Shit.add 1.delete 第1工作表就不見了 那不就是可以達到我們要的預期目標了嗎 那怎麼寫 我先在 寫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首先的話 第1個 我們就是在這邊加一個sub 然後呢名稱也許要下載 加群指數05好了 OK反正因為 在一段一段比較清楚啦 所以 你可以在雲端上面看到 01 02 03 04 這個就05 就是 再加上1到4季的 工作表 那因為我有4工作表 所以我就打一個4 然後 我的變數名稱叫s好了 就是 續則的所寫 等於1到4 也就是我要1到4季的意思 Enter兩下打一個next 然後呢 再來的話呢 我就是要新增工作表 我先把這個先刪掉 就把它delete OK 然後新增工作表怎麼新增 很簡單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以後如果你要跨工作表 這個物件名稱 絕對要記 Shits後面點下去 你會發現 它其實就告訴你了 如果你要新增工作表 就add就可以了 好這樣的話那就OK了 但是呢特別注意喔 如果假設 你沒有告訴他 放前面還放後面的話 他預設就是放前面 OK 那我們先用預設的好了 然後你新增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名稱要改成第1季嘛 所以你記得喔 一般 重新命名 可能記一下這個 比較常用的 叫active active就是目前 因為新增的那一個 我要重新命名 那那個叫什麼 叫目前 被 這個指定到的那個工作表 所以ActiveShoot 沒有S喔 目前 有沒有 ActiveShoot 就是 因為如果你新增了嘛 他就自動跳到這邊來 那這個名稱要變更的話 這個叫ActiveShoot 所以喔 ActiveShoot 他的名稱 名稱的話就點Name 這個可能要 最好是記一下 然後等於什麼呢 等於第1季 所以我們就打一個第幾季嘛 那你就因為會中間那個變數會改 所以第 第幾季啦 那你可以先打一個第1季好了 可是問題中間這個 變數名稱 不可能永遠第1季 如果每次都第1季 那一定名稱重複 所以中間一定要把它改成S 那改的方法很簡單嘛 說明要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S 然後把S這個變數放進來 然後AND的符號前後 再空白掉 這樣就OK了 那我們來跑跑看喔 你會讓F8 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Shoot.add之後喔 他做了什麼事情 執行之後有沒有發現 他 他 add之後喔 他在工作表1的前面 多增加一個工作表 OK 就這一個 Shoot.add 然後把名稱改一下 叫第1季 所以 ActiveShoot.name 有沒有 然後把它執行 你會發現 他這個工作表叫第1季了 那彈回去 因為S S等於1 那再來S等於2了 等於2的話呢 那就再彈回去 再新增一個 那你會發現 他會新增在第1季的前面 然後第幾季 第2季 有沒有 因為S等於2嘛 然後再彈回去 3 4 沒有了嘛 然後就結束了 可是啦如果你覺得說 最後前面這邊這個工作表1 感覺好像 不很OK的話 那其實你最後還可以再寫一個 把這個刪掉 這個是第幾個呢 這個的話是最後一個 所以呢當然喔 你怎麼指向他呢 你可以這樣 續著刮鬍 那你說老師我知道他第5個 那後面加一個點Delete OK 他就會幫你刪掉了 不過喔 跟各位想一下 如果你是第5個刪掉這個寫法有點危險 因為為什麼因為他的數量常常不一定 所以如果假設啦 我的習慣如果是最後一個的話 我可能會直接 用另外一個寫法 就是 那怎麼知道目前工作表的最後一個 那當然你要需要知道 這個工作簿裡面有幾個工作表 那實際上喔有一個 一個寫法就是叫 續著 如果你想知道這個工作 部裡面有幾個工作表你可能要記一下有一個屬性 叫做續著點抗 續著點抗的話呢 這個得到的結果就會告訴你裡面有五個 有沒有 所以續著點抗還蠻重要 那續著點抗反正就是 有幾個 最後一個就是續著點抗 OK 所以這個可能還蠻常用到的這個可能要 最好稍微記一下 OK好 那把它執行一下 續著點抗就最後那一個刪掉 有沒有發現 最後這個就刪掉了 好 好那這樣的話呢我們就 可以把那個 一到四季 的工作表給建立起來了 不過 目前資料還沒下來 那可是資料怎麼下來 其實很簡單 就是在把零五有沒有 跟零四 把它整合在一起就可以 那也是在零五裡面 假設說你可以寫一個方式 可以傳遞一個參數到這邊 當他是一 就傳一過來 然後他就可以把第一季的到進來 有沒有 當他為二就把第二季的到 那就OK了 可是問題 兩個sub之間 如何可以 傳遞引述的話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當然你說老師 我可不可以把sub 這兩個把它變一個 這也可以啦 不過 因為我剛剛講過 太複雜了 所以有的時候如果太複雜的 程式 不如把它拆成兩個 會比較好寫 OK你說兩個要結合在 也可以啦 但是我覺得 這比較容易有bug 好 請各位先試試看 我把剛剛的這一段 把它複製一下 也許把它放在雲端 你們可以找一下 雲端白板上面 都有我剛剛寫的 其實 我剛剛寫的零四 應該就是 這一段吧 這裡 有沒有 我把第一器拿掉 覺得第一器不用 OK 所以呢待會的話呢 這一段就不用了 這一段 我把剛剛的零五也把它 貼在這裡 所以你們也可以找一下 就這兩段 畫面 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 順便再把上個禮拜的 部分 一到四器全部抓起來 然後 可以 再結合 Excel 裡面的那個 多工作表 OK 所以 資料的 算是分割吧 當然你說 老師我要全部放一起 可不可以 只是放一起 好像不好處理 所以通常是分開 好像比較好處理 一記一個工作表 這樣看起來比較清 比較清楚啦 試一下 喔